是的沒錯 其實這次的詐騙集團 我們說應該說 這個詐騙E的集團 人數高達10個人 而且它有分階段的 有人是車手 有人是洗錢的 那麼這個洗錢的是 在18號陸續的 就是應該是犯案之後 第二天就是 應該是在12 14號左右 那麼就開始進來 進來目的幹嘛 目的只有一件事 就是要洗錢 而且他住的飯店 是住維多利亞飯店 而且一頓飯要吃 真的是牛排這樣吃 也太爽了嗎 一定要吃到兩三千塊 好了 這警方就採用了一個美食計 把他們給帶起來了 可是令人最開心的事 應該是畫面吧 我們把他抓起來了 而且你知道這個男生 說真的 長得還滿帥的 因為他去吃的那家 宜蘭著名的小吃店老闆娘 還以為他是某個明星 一定要跟他拍一張照 而且他也很爽的 就跟他拍的照 耶 但是沒想到齊老師出去沒多久 就被警王給逮下來 他說 你是不是那個藝營的詐騙者 他就說 Yes 我們來看一下這是怎麼回事 派出所監視器拍到穿著粉色Polo 衫的男子跑到派出所 先是表明身份他是臺北警察 接著表示在對面的餐廳裡面 有一名外籍男子 好像義營主席安德魯 忽然這句話讓義營案子宣告破案 宋俊良在臺北市警局公關室 擔任警務政十七號陪同家人前往東奧旅遊就在東奧派出所前的餐廳用餐發現疑似伊營主席安德魯 太太孩子都在身邊不敢輕舉妄動 等安德魯離開立刻衝到派出所報案 宋俊良會這麼肯定 因為他的手機裡就有警方的通報單 立刻和眼前的外籍男子進行比對 發現臉上的致漢照片竟然一模一樣 當時他點了一盤糖醋富貴魚白飯和三罐飲料 結帳時還想將剩下零錢當作小費給老闆娘 因為東奧附近鮮少外國人出沒 老闆娘的孫子覺得新鮮還向安德魯要求合照 起初安德魯拒絕 後來又成功合影 安德魯逃往宜蘭後 十六號曾搭火車南下台東 企圖從綠島搭山板離開台灣 因為沒有漁船搭理才又返回宜蘭 沒想到卻反遭警方逮捕 這綜合不到 有志 你說這個事情還有案外案嗎 沒有 因為大家開玩笑 因為某個報紙它上面寫的 剛剛那個魚叫糖醋什麼 白昌 富貴魚 有人說它是白昌魚 報紙特別著名說店裡面有名的菜 白昌魚一尾二五零 白昌不給那麼便宜啦 白昌魚是要兩千 要兩千塊啦 過年的時候都兩千以上 兩千以上 所以案外外出到底它吃的是富貴魚還是白昌魚 網友說這個廣告不實 好 這是另外的事情 不過實際我們還是要跟觀眾講 整個來龍去脈道怎麼回事 一個警官 坦白講那個警官看起來蠻帥的 沒錯 我跟你講 這真的是賊心該敗 怎麼會料得到有這種事情呢 原來就是這個警官叫宋俊良 宋俊良他其實是台北市警局的公關室 那你說他 你剛剛問到說為什麼他休假 然後還要跟記者在一起 就因為他是公關室 那公關室本來就是專門發新聞稿的 然後他就必須要跟這個媒體 維持一個還蠻密切的關係 那等一下我要報名以後 那個公關室可以找我去吃魚 好 那總之這個宋俊良 他就跟媒體記者 就兩家人就相約一起去宜蘭玩 結果到宜蘭玩的時候 他們本來中午他們是要訂了一家 他們本來想吃某一家的海鮮餐廳 結果那家海鮮餐廳沒開 怎麼會有這麼巧 禮拜天沒營業 他想說沒開那這樣 那我們就去換一家好了 結果就到了這個東興食堂這邊吃飯 那時候時間已經下午三點鐘了 其實已經過了用餐時間了 結果他們進去的時候 已經有一桌人在那邊用餐 那一桌就是只有一個外國人 外國人就有他 安德魯 那結果這個宋俊良遠景跟記者 一走進去之後呢 他就注意到說那邊有一個老外在吃飯 然後結果他就拿起他的手機來看 因為他們警察那邊就會有茶器專欄上面都會有通報那個照片 他就看了一下照片 然後他就跟那個記者說 你看有沒有像那個茶器專欄上面那個人啊 那個記者就想 有嗎 有嗎 因為其實坦白說 這個警員 他因為是經過專業訓練的 他們在 他本來是念見識科 所以他在學校裡面 就有專業的訓練過說 你人大概要先記一個輪廓 然後再趕快挑幾個特徵 然後把他記下來 是 於是他就想到說 他臉上有痣 有抬頭紋 然後到最後他是用他臉上的痣 這邊的痣 還有額頭這邊的痣 來確認說他應該就是了 喔你是說 這顆痣啊 他臉上 還有他左臉 他左臉上面也有一顆痣 靠近鼻子那邊 靠近鼻子這邊有顆痣 對反正總之他就 這邊這邊有一顆痣 對 這兩顆痣來看的 因為我可以說我們有看過 那個茶器專刊 下面根本就長得不一樣 人家這個有型多了好不好 就是我們一般人看茶器專刊 我們也不會記得說 他哪邊有一個痣 但是那個警察 因為受過專業訓練 他就記住了 他就一直覺得這個人 很像很像 所以他就一直 儘管他在吃飯 然後他也一直在瞄那個老外 然後一直等到那個老外吃完了之後 他就趕快跑 跑到旁邊兩百公尺外的 派出所衝進去 拿出自己的警員證說 我是警察 那個人應該就是 一營竊盜案的主謀 實際這樣有點遜 你是警察 你應該就立刻怎麼樣 拍個桌子衝過去 你就是安德魯 我把你抓起來 他應該說這件事情 他為什麼沒有這樣做 是因為他們是兩家人 一起去玩 旁邊都有老婆跟小孩 而且小孩還抱在手上 也才一歲 小嬰兒吧 那所以如果 因為他完全也不知道說 那個老外身上萬一有武器 或者是他們衝突打架 傷到七小怎麼辦 而且小朋友那麼小 萬一傷到那就不好了 所以他就是靜靜的在那邊監視著 然後所以他才衝去那個派出所 說快快快快 那個人應該就是 一營的那個主嫌 然後後來 這個派出所的員警 什麼 一營的主嫌 來到我這個地方了 對他們就趕快開著警車跑去 跑去追 好那他們去追的時候 Andrew完全就是一個背包客打扮 他穿著海灘褲 然後穿著T恤 戴著安全帽太陽眼鏡 他騎著一個單車 背著一個背包 然後完全就是 很多來台灣的外國人 都是這種背包客的裝扮 那就有警察就趕快 就按照他指的方向 然後就跟跟跟跟跟 也才跟了六百公尺 就把這個人給逮到 結果就問他說 你是不是安德魯 然後他就說是 那其實在過程當中 這個警察 這個宋俊良警員 他其實在偷觀察這個 安德魯的時候 他也觀察到說 他其實後來在買單的時候 是跟老闆娘用簡單的中文交談 所以我懷疑其實這個人恐怕 對台灣某種程度的了解 而且因為他點的是糖醋魚 跟白飯 一般人不知道糖醋魚這東西 然後他是拿筷子 對 就他拿筷子也不像是老外說 不會拿筷子 所以他用的還算順 那所以我在想說 他說不定跟東方其實還是有某種程度的關聯 好那他吃完之後要買單了對不對 這個老闆娘就像剛剛傑銘講的 老闆娘說 哇啊這個老外看起來嘛 閃到閃到 而且很像 很像007裡面那個男主角 很像有明星氣質 就是啊 我們店裡也很少有老外來 沒來 我們來合照一下留念 搞不好萬一你真的大明星 我們還可以掛在牆壁上面 這個安德魯也很大方 他也就跟老闆娘合照 他也沒有在喊了說 他自己是通緝犯犯 他就跟老闆娘合照了 好然後也就一如以往的 然後就這樣騎腳踏車這樣子逃開 那後來警察不是追了600公尺 開著警車追到他 問他是不是安德魯 他就說是 然後呢 就警察就用英文在問他 但是很重要的是 問到有關於ATM 或者是BANK 銀行BANK的時候 這個Andrew他就 他就不講話了 他就開始用拉脫維亞 他為什麼不講話呢 都我們來聽聽看實際講 為什麼問到關鍵字的時候 這個安德魯突然間 他就不說話了 在我們進廣告之前 我問一下韋哲委員 韋哲委員你去吃飯的時候 那些店家會不會要求 跟你拍照 有時候會啦 有時候會 但我就很開心 但是我還是必須要先回到這個主題說一下 大家看到人臉辯識系統 我為大家找出來了 警察在2014年 就已經建置一套M-Police 他如果照你的臉 就三秒鐘就把你全部的擱置出來 三秒鐘就可以抓下來了 但是我不知道那個宋警官是不是拿去照相了 但是至少他可以把那個跟局裡互通 叫這個警局把那個傳安卓的臉傳過來 好 所以我們韋哲委員 其實吃飯的時候有人要拍照 我本來說他可能沒有拍照的話 是不是遜蔽了 好 不論怎麼樣 為什麼安德魯在講到關鍵字的時候 他不敢吭聲呢 廣告之後我們繼續解讀